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最让人瞩目的新闻 当然是北朝鲜宣布停止核实验和导弹实验 并且他要废除位于朝鲜北部的核实验基地 昨天也就是4月20日 朝鲜劳动岛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 金志恩在会上宣布了两点党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 第一条重要决定是说 朝鲜从4月21日开始 不再进行任何核实验和导弹发射实验 并且要废弃朝鲜北部的核实验厂 第二条重要决定就是朝鲜将集中全部力量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金志恩他宣布的朝鲜劳动岛的两条重要决定 可以说是对一个美国方面的一个重大让步了 因为过去朝鲜他一直是提出来 他要放弃核武器的前提是美军在韩国的驻军必须全部撤走 这是一个交换就是朝鲜放弃核武器 那么美国从韩国把驻军全部要撤走 这两个条件是捆绑在一起的 那么显然你要让美国从韩国撤军 美国当然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这一次朝鲜他提出来就是自己主动我们不再搞核实验了 并且废弃核实验厂 而且他没有要求美国从韩国撤军作为交换条件 这个其实就是等于朝鲜方面的单方面让步 如果单单从这一点来说 因为朝鲜方面单方面让步 那就是川普赢了 就是美国赢了 当然了也有人怀疑说金正恩他这个说话可能不算数 他是不是在忽悠美国人呢 我们可以说这一次金正恩他展现出来一个相当大的诚意 因为对于金正恩这样的独裁政权来说 领导人的威信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而领导人你要维持他自己的威信 你就要说话算话 你不能出外反而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 那么金正恩他要向本国人民 说是我宣告我们停止核实验了 那么你要再重新开始核实验 那就很难嘛 所以说金正恩一旦把这个事情向全国人民宣布了 等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政治威信是压上了 如果你说金正恩他来一个言而无信 我说话不算话 我再次来开启核实验和导弹实验 首先受伤的就是金正恩他自己的威信 所以说金正恩他用这种在本国人民面前宣告的形式 来宣布这个停止核实验 等于就把自己的退路给堵死了 同时这也就是显示出金正恩对这个谈判的诚意 当然美国总统川普听到这个消息是大为兴奋的 他高度评价 因为川普他干成了过去历届美国总统没有干成的事情 就是迫使北朝鲜放弃核武器 金正恩这次他还宣布了有第二个重要决定 就是说朝鲜将集中全部力量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个重要决定其实比上面第一条更重要 因为过去朝鲜他一直奉行叫做出为先军政策 就是军事第一 人民的生活就排在第二第三位了 那么现在金正恩他等于是做一个这样的决定 就是说否定了他父亲和他爷爷 他过去一直搞了这么一个叫做先军政策 我们看一直到去年的2017年10月 朝鲜劳动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在这次七届二中全会上 金正恩他还是发表讲话说 他们要继续贯彻过去的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 并进的路线 要出射完成国家核武力建设的历史大业 可是这一次金正恩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宣布 停止核试验停止核建设 要集中全部的力量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水平 这个就好像是1978年二国锋 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 就是中国我们停止阶级斗争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中国他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那么朝鲜会不会他在他的这个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开始搞改革开放呢 对这一点我们只能做一个谨慎的乐观吧 但不管怎么说吧 朝鲜他这次是显示出来他们要走改革开放道路这么一个迹象 这个是过去完全没有过的 如果北朝鲜他真的要走上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 对于中国的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了 因为中国北京啊有高层有很多的人 他们一直是赞扬啊北朝鲜的这个统治模式 他们一直都想让中国也走北朝鲜的道路 可是现在北朝鲜他自己都要抛弃自己的模式 他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了 那么这个消息呢不知道使那些中国啊 赞扬北朝鲜模式的那些人啊 他们会有什么想法 中国政府对于这次朝鲜宣布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啊 官方的发言人当然他是表示欢迎了 但是在实际上啊 中国政府的内心啊他肯定是不高兴的 第一点呢朝鲜这个重大战务 他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做出来的 就等于是让川普啊 他在国际和国内的威信大增了 就增加了川普连任总统的可能性 而北京啊是恨不得川普早点下台啊 因为啊北京在奥巴马时代 那么他的日子过得很好是很舒心的 自从这个川普上台以后 北京的好日子他就结束了嘛 所以北京是把这个川普视为眼中钉了 恨不得立刻给他拔掉 现在呢川普威信大深 他连任总统都有希望了 那北京肯定不会高兴了 那么北京不高兴的第二点呢 就是金正恩刚才一个月之前 他进行了一次访问中国的行动 而且他在这一次啊 在中国得到了叫做准皇帝一样的待遇 如果是金正恩他在这个访华期间 他做出这个停止核实验和导弹实验的声明 那就是给了中国一个极大的面子嘛 人们就会认为这是金正恩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 他做出这样的决定 可是金正恩他在访华期间可以说叫只字不提 那个最关键的核武器问题 而是大谈什么中朝有意之类的 就是把北京完全给忽悠了 金正恩这么一忽悠啊 他得到了这个好吃好喝好招待 不是说还带走了一大批礼物和原住物资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金正恩访华 中国给了他一个极高规格的准环 就是准皇帝待遇 还让他得到了一大批原住物资 那么中国这样做他换取到什么东西呢 可以说中国这么做他什么都没有得到吗 这是北京亏大的 本来呢习近平啊 他给金正恩这么一个准皇帝的超高待遇 大概是想利用这个金正恩来对付美国总统吧 因为在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刻 如果是北京打出这座北朝鲜牌 让金正恩跳出来跟这个总统这个川普啊 玩一把核武器 就把川普啊搞得都一筹莫展了 他也就顾不上中美贸易战了 可是现在呢 金正恩主动跟川普要和谈了 那么中国你要想打朝鲜牌 肯定就打不成了嘛 而且呢习近平他超高规格的招待金正恩 不但没有把这个金正恩给笼络住啊 反而是得罪了川普 就让川普更加认为北京蓄意 他要跟美国要作对嘛 所以他对中国搞制裁的时候 那下手就更狠了 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啊 值得我们谈一谈 就是中国政府叫做高调推出来 这个政治宣传片厉害了我的国 突然被下架了 关于这件事情呢 就是关注中国局势的朋友 大概都知道了 不过也有一些朋友啊 未必知道细节 所以这里就稍微简单介绍几句 厉害了我的国啊 是一部记录影片 它是由中央电视台 中国电影股份公司 它是联合出品 是在2018年3月2日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两会之前啊 在中国的各大电影院都是上映了 这个电影的内容啊 他就是说2012年 这个中共十八大 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啊 中国所取得的所谓各种各样的 叫做举世瞩目的成就了 这个影片中啊 他就展示了中国的最新的战斗机 什么歼20啊 还有辽宁号航空母舰 还有中国的准备开发的商业飞机 C919还有那个500米的射电望远镜等等 所谓的这些巨大成就了 这些成就呢 它的内在逻辑都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所以说这部电影你看下来 它的潜台词啊 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这五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都是习近平思想正确制造下取得的 都是习近平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部纪录片啊 在3月2日上映之后 中国政府可以说是非常重视这部影片了 根据当时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啊 他的这个通知啊 就要求各地电影院 必须啊 你在上午下午各有一场这个放映 绝不允许啊 出现所谓的幽灵场啊 午夜场啊 凌晨场这样的就是 忽悠的现象 一定要确确实实的在一个黄金时间来一个放映 而且呢 这个通知还要求各地的电影院啊 和当地的一些企业事业单位联系 要组织单位的职工来集体包场观看 据说啊 这部电影啊 它的票房啊 已经高达4.6亿人民币了 所以说它成为了中国纪录片 这个历史上是票房最高的一部纪录片了 我们说啊 这部纪录片其实它是一部歌颂习近平的送扬习近平思想的一个叫做重头的纪录大片 它的来头是非常大的了 可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部纪录大片突然遭到一个被下架的命运 两天前就是4月19日 中国网络公司啊 就收到了来自中宣部的通知 这个通知就说 为营造和谐有序的网络播出环境 要求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在所有这个商业影片网站紧急下架 具体上线时间另行通知 所以这一次啊 这个厉害了我的国 居然被中宣部要求下架 这个是让人们啊 就是感到兴趣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有人就认为啊 这是因为呢 4月16日美国政府就宣布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信公司啊 实行一个七年的禁售令 就是把中信公司给封杀了 而这个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里呢 就泄露了大量的所谓中国搞这个科技的细节 这些细节啊 就正好就证实了中国正在盗用欧美的技术 这就像是更多的中国企业啊 就是遭到像中信那样的所谓灭顶之灾的制裁 不过这种认为 所以这个厉害了我的国泄密的看法呢 其实并不靠谱了 因为这部电影啊 它已经放映很长时间了嘛 它早就公开放映了 你要泄密的早就泄密了 你现在再来是禁止电影 这个放映来防止泄密 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了 也有人就认为啊 这个厉害了我的国 它是因为是吹捧啊 习近平的一个大作 就让习近平感到 这个是对他的一个高级黑 要捧杀他 所以呢 就赶紧啊 让这个纪录片就下架了 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联系到前几天啊 就万媒报道 说习近平自己主动提出 要反对终身制 所以呢 人们就猜测 这一次这个电影下架 是不是也是习近平自己主动 要求这个纪录片下架了 那么这种看法呢 似乎有一定道理 因为现在习近平 他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伟大领袖 他虽然高高在上 但是呢 他也要为中国的所有问题 叫做负权责 那么现在的中美贸易战 习近平就要为这个事情 叫做负权责了 在以前啊 集体领导的时候 习近平这件事情 他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因为大家是集体领导 大家来分担嘛 现在习近平 你要一人独裁 一个人说的算 那么现在这个压力 就全部架在他一个人身上 说不定啊 习近平感到是压力太大 所以他想退回到过去 那个叫做集体领导 这样他不必承担那么大的责任 那么你要退回集体领导 那你搞这个突出个人的 叫做个人崇拜的宣传 那就是不合时宜了嘛 所以说啊 习近平他一方面 要放出一个叫做反对 终身制的这么一种话 另一方面他就要停播 对他进行个人宣传的影片 这厉害了我的国 这个呢 就是为他退回到这个集体领导呀 先释放一个空气 不过呢 习近平你要想退回那个集体领导 他也是相当困难的 特别是在目前这个中美贸易战 这个烂摊子 他是没有人愿意接的嘛 你习近平 你现在你亲自接这个烂摊子 别人反而都轻松了 所以大家还是愿意现在由习近平来承担这个摊子吧 而且呢 我们也在想想 习近平他好不容易拿到这个伟大领袖的地位 他这么轻易放弃 好像也不是太可能 这样看来啊 厉害了我的国 他的下架的这个最大原因啊 就应该是中国叫做宣传方向的大转向 昨天呢 也就是4月20日 就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他发了一条微博 显示出啊 中国宣传方向大转向这么一种迹象 胡锡进他在微博里面就说 前段时间我们国家的确有些高调 客观上强化了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警惕 做一些调整很有必要 人民群众拥护党对国家道路的支持度很高 无需牺牲对外谦虚来加强国内动员 随着对外摩擦增多 我们能赢则赢 有时赢不了也无需强求 必要的妥协公众可以理解 我们知道胡锡进啊 他是一个很向来是所谓叫做非常左的说话 非常强硬的一个人 所以胡锡进这次在微博里说出这样三件事啊 就显示出啊 中国他要改变他的宣传这个方向 可以说中国这个宣传方向要来一个大转向了 那么胡锡进说了什么三件事呢 第一件事啊 就是胡锡进提出前一段 中国啊 这个宣传搞得太高调了 应该降温吧 第二件事呢 就是胡锡进啊 他以一个婉转的语气说 就是人民群众啊 拥护党的支持度很高 你不需要牺牲对外的一种谦虚态度 我们来搞一个国内宣传 也就是说啊 胡锡进说 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啊 用向老百姓灌输这种大国傲慢的思想 来换取老百姓支持政府的做法 那是没有必要的 第三件事啊就是更重要 就是胡锡进说 我们有时赢不了也无需强求 必要的妥协公众可以理解 那么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赢不了时候也是有的 而且我们要妥协的话呢 公众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你怎么要让公众来理解这个政府的妥协是有必要的呢 比如说你军队准备叫做后退 要这个退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军队你向民众解释说 我们的武器装备太差 我们是长矛大刀 敌人是洋枪洋炮 我们这个没有法子和这个敌人对抗嘛 所以我们不得不退让 如果你民众听到这样的解释 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可是呢 现在中国的宣传机构啊 他是正好做一个相反的宣传 他宣传我们的武器是最先进的 我们的武器一点不比敌人差 那么这样一样呢 那你说你有这么先进的武器 那你为什么还要退让呢 所以公众理解你的退让 就是因为你胆小怕死的退让 所以说现在中国政府啊 就宣传这么一个怪圈 就是他自己把自己 就是搞这个妥协退让的这个理由给堵死了 本来的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实力 的确是相差悬殊的嘛 你跟美国打贸易战 根本不可能赢的 所以中国政府他也向 就是说想通过这个向美国妥协让步 来结束这个贸易战 可是现在中国他却在这个宣传上啊 大肆宣传 中国的技术已经达到世界的领先水平 中国的综合势力已经超过美国了 那么既然中国的综合势力已经超过美国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向民众解释 这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向美国这个妥协退让了呢 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所以中国的宣传部门要紧急要转向了 他不敢再吹嘘中国实力如何强大了 他不敢再说什么中国已经超越美国这次大话了 相反的中国的宣传部门啊 他要宣传中国目前的实力还不够 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还很大 这样呢就是可以做一个解释 是我们为什么要对美国妥协退让 那么中国宣传部门这个紧急转向的第一步呢 当然就是先下架那些高调宣传 中国如何强大如何厉害的这些宣传品了 那么这个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 就是典型的一个宣传 中国如何强大如何厉害一个宣传品 所以他遭到紧急下架呢 也就是说中国这个宣传部门 这个大转向的一个一所当然的事情 另外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厉害了我的国下架 他其实也是反映出啊 中国政府正在准备对美国要搞一个妥协退让了 所以他在宣传上啊 就要先搞一点铺垫的工作 以便以后他这个妥协退让 可以取得民众的理解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